最新消息,台南的新化新立美科技公司的实验室 在上午却传出了气爆,引发了火灾 那现场因为是堆放了大批的化学原料 让厂区是引发了大量的黑烟 总共有六名的实验室员工受伤送医 还有一名消防队员在救火的时候也被烧伤 位在台南新化区的新立美科技工厂 因为实验室气爆引发火警 大量的黑烟不断地从厂区窜出直冲云霄 现场一度十分危急 而消防局也不断增援消防云梯车前往现场灌救 几乎全市的消防车都被征召出洞 据了解由于实验室堆放五顿重的化学原料槽 让救火行动一度十分困难 这场火警共造成工厂实验室八名员工 分别受到轻重不等的灼伤 还有一名消防小队长在救火时扭伤手部 共有九人受伤送医 工厂因为大火损失相当严重 至于详细的财务损失以及起火原因 还有待台南市消防局进一步调查鉴定